你也是貓奴 但家裡沒養貓咪或家裡主子吸不夠嗎 小編這次帶大家來到淡水的貓咪咖啡廳 月亮堂堂喵樂園 一起來體驗被抽中貓咪圍繞的魅力吧 就是喜歡貓咪啊 原本在日本的時候就 留學的時候就很想養貓咪嘛 可是因為在日本的時候 養貓也是對於留學生來說是一個負擔啦 可能沒有那麼多能力去照顧牠們 然後那邊的話 你要領養貓的條件更嚴苛 所以說那時候我就看說 我很喜歡養負偶貓 就是負偶貓這個貓我很喜歡 可是沒有辦法養 所以說就是我的遺憾 然後我就一直一直一直等等等 然後等到後來我就是回來台灣之後 然後我就決定餵貓 我就不去不回日本了 我就要留在台灣 然後後來我就養了我的第一個薄貓 然後後來就慢慢不知道為什麼 就越來越多了 因為我們只開三天 對因為三天的話他們就很多都有精神啦 不會像有些地方他就每天開每天開 貓子不想跟你玩 因為很煩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人天天上班 我也覺得很煩 所以說三天的話對他們來說是剛好的 五六日他們會上班 而且禮拜五只有下午一點才開 所以說基本上他們一天平均時間就是 最多就是差不多八個小時左右 所以說貓咪的話一定是不會太累的 講幾隻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他們平常大家吃飯就是一起煮 我們都煮鮮食給他們 每天自己煮那個雞胸肉啊 然後還有一些內臟類的啊 那其實都蠻方便的啦 因為準備的時候就大家一起這樣 上廁所的話 上廁所我們其實就用那個自動貓砂機啊 因為講實在這麼多貓的話 一般貓砂盆是沒有辦法的 就一定要用自動貓砂機去輔助這樣 我們這邊的貓咪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都會自己一直去找人玩耶 然後自己去跟人互動 所以說我是覺得 進來其實我的貓就會自己來找你 然後你不用特別去餵了牠 去找牠 我們就是有一些貓還是要分開 那結紮的貓牠是不能放出來的呀 牠不然跑牠可能傷口就會裂開 所以說我們就把牠放在櫃子裡面這樣子 那牠可能就是最近牠的年齡段來說 有的可能會開始可能發情啊之類的 那我們可能還沒安排牠去結紮之前 要先給牠關起來這樣子 很多小朋友的情況下 你那個疫苗我們都有打 但是我們還是要小心說會不會有怕有傳染病啊 或者是一些病毒感染啊 或是牠不太適應的狀況這樣子 那因為其實不是每一邊每一個人的貓 或者是每個地方的貓咪 牠都像我們家的貓就是包容力很強 牠們比較沒有那種就是地獄性 大家都可以 就是我家的貓你的貓來牠OK 可是我之前有遇過有的貓來是牠的貓發瘋了 然後他把我的貓就是 就是嚇到大家都嚇到 但是雖然牠們都沒生氣啊 所以我覺得我為了我的貓咪就是 對就是可能沒有辦法讓大家帶寵物過來 之前真的貓很多 所以說難免會有一點味道 因為這麼多貓的情況下 你再怎麼親 牠還是會在裡面上廁所 所以說怎麼樣都還是會有一些味道在 那如果說像這樣的情況的話 有時候就會收到一些差評 就是說啊味道很重啊之類的 但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是正常的 那個這麼多寵物下的那個氣味是正常的 可是就是可能有些人沒養過寵物 他沒有辦法接受吧 所以說對於氣味敏感這一點的人的話 就可能要選擇比較少貓的貓咪咖啡廳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被貓咪包圍的話 你就要來我們這邊 超可愛 貓的時候我取了一個很用心的名字 我取一個名字就是叫米蟹爾 然後結果我一直記不住 我一直記不住 然後我媽就說你幹嘛叫米蟹爾 叫米線就好啦 然後結果我就記住了 從那之後就是米蟹米線 那貓已經叫米線 米線 点燈 鈴 entrepreneur